为培育国内福祉车辆修护技术人才 提升教学品质及资源 国内知名汽车公式特别捐赠修旅车 给南开科技大学机械系作为教学使用 特别举行政策仪式 共同见证产学合作 对于车辆的捐赠 我们希望能够促成我们在校的学生 能够从坐中学去体会到先进工程的元素 包括车辆的动力结构 以及它的人性化的设计的部分 学校表示 现今的长照及远距医疗的福祉发展 备受关注 这台服务与许多长照机构的修旅车款 让学生们在相关课程中 可以实际的体验学习车辆构造与维修保养流程 为学生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 培育更为精熟的专业人才 可以在这个车种上面 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 还有认识 不同的车型 还有以及他们不同的性能上面 都有了大大的提升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学的一个链接 我想一方面帮助 这个同学在这个就业 在实习上面的这个需求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实践学校跟产业界之间的一个产学合作 先元蔡明轩表示 长照和远距医疗照护是台湾未来社会发展趋势 期盼能够借由产学合作 让学生在理论和实物都可以获得具体的验证 以提升就业力与职场的竞争力 藉由研究有实体的东西让他们研究 尤其像我们长照 机构非常的需要这种福祉车来载送我们的长辈 也感谢我们业界这么用心 跟我们学界 让我们孩子可以有不一样的资源来益助 当然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孩子的资源可以越来越多 未来可以运用在以后的行业上面 南开科技大学以先进车辆高龄服务 以及永续公关为学校的发展重点特色 这次获正修旅车实习车辆 将更提升该校机械系 在车辆科技领域的教学量能 也与相关的产业建立良好的产学合作模式 未来核职场可以无缝接跪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